女人手举两只红花侧过了身 只听一声枪响 花头应声落地 可紧接着 旁边的人又递来两朵 依旧让女人举在手里 蹲子 你也要打准啊 好家伙 蹲子开始犯难了 他压根不会使枪 咋比吗 一听这话 土匪们来劲了 先前个人打过赌的 谁要是输了 就跟驴拴在一起摸面 二郎家的 把狗儿子和那头母驴淘在一起 搞不好还会生驴娃呢 蹲子怒了 上前拾起桌上的木签 一个华丽的转身 便扎在第二只花上 而第一个花托上 还有个小孔隐约可见 蹲子 咱们可比的是枪 把它拖到墨房去 狱猪见状赶紧拦着 这规则里可没说 不能用别的东西 男子汉大丈夫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你咋还临时变卦呢 刘十三一听 狱猪好像是鬼玩墨角的 骂自己和弟兄们没文化 那可不行 再比 就被学校教的文化 唐诗词 我说上一句 你这下一句 一句接不住 我的枪 就响了 那还不是由着你说 对不对 狱猪还是不放心 生怕刘十三耍赖 旁边这火土匪 可是啥都不懂 全看他的脸色行事 万一到时候 集体护着刘十三咋办 我看谁敢护着我 我那有书 可以翻开来看吧 狗猪 把书去 众人立刻开始起呼 狗猪跑进屋内 将书落得跟自己一样高 等到拿回来时 还不忘掀起衣服 扭一扭屁股 放上几个抽气蛋 十三爷 我不敢在你的书上放屁 你看我那书都黄了 狱猪一看对手 都已经摆开了阵仗 联邦申请要清醒一下 他跑到门外的水缸 一个猛子将头埋了进去 等狱猪回来后 想再一次跟刘十三 确定比赛规则 到底是考唐诗还是宋词 废话 你只管接下一句 接不上 你们俩一同上席天 十三爷 那你可要说慢点啊 托尔岭师赐大会正式开始了 生当作人节 死亦为鬼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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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思向雨 不肯过江东 王公当晚墙 用奸当用场 是 接不住了吗 接不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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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得上 接得上 是 这是什么 怕你不爱听 你是答不上来 找借口吧 射人先射马 秦贼先秦王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顾磊西边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破零 刘十三 这么一对 玉主两人的命 也算是保住了 而罗曼曼那儿呢 也终于查到了他的下落 男人大摇大摆地 走进了春香楼 旗袍美女们 纷纷面带笑容上前迎接 可他却只惦记着 那个叫秀娟的姑娘 你这个死鬼 这两天跑到哪儿去了 想老了 怀里一直以来的梦想 就是能办件大事 好挣钱把秀娟赎出来 娶回家当媳妇 告诉你啊 这男人的话呀 可能是金的 是个屁 怀里已经有计划了 他将御主在托尔岭的事 汇报给了罗曼曼 这三姨太被土匪抢了去 曼曼实属是懵了 按正常情况来讲 土匪抢人 那不是为财 就是为色 要是刘十三 真想敲自己一笔 也早该放出消息 让自己拿钱赎人了 但这段日子 玉竹的行踪 确实连一点都查不到 可要真的是畏色 这也进了土匪窝的女人 自己还能娶吗 曼曼陷入了两难的境界 在他心里 已经不稀罕玉竹 当自己的三姨太了 可是为了保安团团长的名声 又不可能把女人 白白送给土匪 不然镇上的人 还真以为他罗曼曼 怕了那刘十三呢 好在关键时刻 怀里主动请鹰 去托尔岭赎人 怀里已经想好了 于公来说 自己为曼曼卖命 是应该的 以保安团的身份去赎人 也不会让曼曼掉面 而于私呢 就算自己真的 在托尔岭壮烈牺牲了 曼曼也会替自己 将女人从窑子里赎出来 让他找个好人家过日子 这样 自己也算是两边都没辜负 而刘十三这头 为了给好兄弟报仇 早早就派了眼线 死死的盯着往怀里 每天还要将自己的枪 拆卸了一遍又一遍 如今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着他送上门了 大光头冒着性命危险 来找土匪头头刘十三 就是为了赎回 自己大哥的三姨太 但他没想到 自己连手枪带赎金 该交的都交了 三姨太竟然不愿意 离开这土匪窝窝 三姨太 罗团长可等着你呢 我不下山 你回去告诉罗医长 我宁愿待在山上 也不回去给他当三姨太 刘十三在一旁听的 那叫一个骄傲呀 这么好看的杨学生 宁愿留在山上 给自己当压寨夫人 也不愿意回去 伺候那保安团团长 罗满满 瞬间 男人的自尊心 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刘十三十分慷慨的 将姻缘还给了王怀里 反正人呢 是没成功带走 赎金当然也就用不上了 他亲自将王怀里 送到了山下 这下直接给怀里整蒙了 原本在来的路上 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 可现在不仅人没事 钱还能照样拿回去 明明自己前不久 才杀了刘十三的弟兄 这男人能有这么好心 怀里瞬间明白 这一死呀 自己早晚都躲不过了 此时的罗妈们 还不知道三姨太的事 正睡在二姨太房里 耍杂技呢 他一边听美女念兵书 一边躺床上玩枕头 可弟兄正在山上 为他猪生猪死 妈们再怎么娱乐 心里总觉得不太得劲 他打算给怀里 把媳妇从窑子里赎回来 尽管事呀 做的是不错 可两个男人嘴上 还是要占人家便宜 其实罗妈们 但背地里不仅熟了人 就连婚礼婚房啥的 都给他们预备好了 可刚从山上下来的怀里 却一点也不激动 自己还不知道能活多久呢 总不当人家姑娘 刚出火坑就熟寡吧 说火 要不然咱俩一起来 我想怀里的大量 无聊三个回合 就得与白妻 而刘十三这头呀 也收到了王怀里结婚的消息 立刻就带着弟兄们 浩浩荡荡的下山了 这个呀 我们下期再说 关注我看好剧 我在这先行拜谢了 谢谢大家